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和战友们共同谈讨硬币书法的学习 小王小李 你们好 盘老师您好 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向您学习硬币书法 在我们连队有许多官宾是您硬币书法的爱好者 今天我来到这里不仅带来了他们在学习中的一些问题 而且带来了他们对您的热切的问候 谢谢 这也许是一种缘分 因为硬币书法我在部队结识了千千万万的朋友 培养了几十万的学生 到过前线 边防 空军 卢军 海军 武警部队 消防部队 军事院校等等 部队的战友们给我寄来很多热情洋溢的来信 这是一部分 输出他们学习中的苦恼和欢乐 读住这些信 我的信笔深深地启动着 现在我就是要用这一颗比你们所感动的的信 来为大家服务 彭老师 您作为中国硬币书法协会会长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硬币书法吗 先应当说明一下什么叫硬币 硬币就是指一切坚硬的书写工具 比如我们知道钢笔 铅笔 圆珠笔 记号笔 签字笔 理笼 水彩笔 粉笔 纳笔 刀子 锥子 以及一切用坚硬的 比如谷 母 组 塑料 陶瓷制作的工具 书写工具都可以叫做硬币 用这样的笔创造出来的书法 也就叫做硬币书法 彭老师 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硬币书法的发展历史吗 硬币书法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比如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字 那是用刀子和锥子做工具的 这个是作为原始硬币书法的代表作 比甲骨文字更悠久的 比如西安半泡彩涛上的客服 荷兰武阳的甲骨遗址上的刻画符号 在八千年的历史 然后是毛笔开始使用 大概在秦汉以后 这个硬币的刀子作为撞开的工具 一直没有停止它的创作 因为硬币书法跟工具密切关系 在欧洲 欧洲人是公元七世纪开始使用一种叫我毛笔 但是后来到十八世纪的时候 英国人发明了铅笔 十九世纪美国人 沃泰曼发明了钢笔 钢笔是从上一个世纪传入中国 在本世纪初 美国的派克笔 日本廉价的钢笔都大量 倾销到中国的市场上 1928年 我们中国人开始自己制造钢笔 解放以后 中国的质笔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 每年生产的光是钢笔 铅笔 圆珠笔 数量就在三十到四十亿只之间 数量距世界第一位 文革结束以后 中国人开始了学习文化的高潮 这时候也就伴随着 硬币书法的热潮到来 1984年 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举办 钢笔书法讲座 此后 硬币书法的不断的升温 比如各种硬币书法的活动 比赛 展览 甚至各个群团 纷纷地建立 并且和日本 欧洲 东南亚 港澳台的硬币书法组织 建立了友好的联系 直到1993年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民政部的批准 我国的硬币书法第一个和法的全国性社团 中国硬币书法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 从此 我国的硬币书法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彭老师 我原以为硬币书法就是写钢笔字 看来真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 远远不只是钢笔 在国外的话 这个硬币有两千多个花色品种 比如我们最市场知道的钢笔 钳笔 圆珠笔 签字笔 像这种国中一样的签字笔 记号笔 记号笔就分源头的 方头的 还有什么彩色笔 各种种类繁多 我用这些笔写几个字给你看看 你看比如这种 它叫双头笔 就两头都可以写字 这边比较粗 这边比较细 它这种笔的话 写字还很有传统书法的风味 你看比如我们写个 字大概可以写到一寸左右吧 书法 这是圆珠笔 然后 比较记号笔里面有各种油性的 再笔给书的紫面玻璃淘气上面书写 还可以写出各种书体 各种色彩 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记号笔 男色的女色的等等吧 中类 女色 以至于什么 还有签字笔 钢笔 总类 总类反多吧 庞老师 您能告诉我们硬笔书法和毛笔书法有什么不同吗 好 我先用硬笔和毛笔贴几个字笔看看 你来判的好吗 我先用硬笔贴几个字笔 你们观察清楚了吗 庞老师 我看您写字 握笔姿是不一样 哦 怎么不一样 庞老师 我觉得 您写毛笔字的时候 好像是整个胳膊悬在空中似的 而写钢笔字的时候呢 是以桌面作为一称 以手腕用力来写字 是吗 庞老师 对 基本上是怎么回事吧 实际上一些毛笔 这个时候讲究 悬走悬碗呢 手在空中写 因为写大字的时候 便于灵活 对吧 钢笔的话是手是 手腕放在上面 他们呢 毛笔是竖起来的 钢笔是斜着直笔的 但是他们有个相同的地方 不管是钢笔毛笔 都是用来创作我们 中规汉字书法的工具 对吗 写好了钢笔子对毛笔自由处境 写好毛笔子对钢笔自由处境 另外啊 关于这个毛笔和印笔啊 他们在印笔的时候 还有一些不同的区别 比如说毛笔 讲究契罗提案 讲究尼封性笔 这些印笔的方式 印笔它不存在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啊 以后我们会详细再讲 庞老师 我看您写字的时候 非常有动感 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奥秘呢 其实啊 这个书法呀 它也具有像音乐一样的 轻重快慢 一样顿错的节奏和韵律 我们经常说呀 这个书法是凝固了的音乐 而音乐是扭动着的线条 那么这个音乐是用耳朵听的 书法是用眼睛看的 它们之间哪有一种通感 现在我就用音乐来伴奏着 给你书写线条看一看 好吧 凡是用线条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用声音来表达 比如 线有长线 音有长音 线有短线 音有短音 音 线有出线 音有活旋 比如大三活旋 小三活旋 线有细线 音有轻音 当然还有一种线条 比如是由出到细的线条 那么就是由重到轻的声音 还有由细到出的线条 那么就是由轻到重的声音 比如线条里面有一种波纹线 它就近似于音乐里面的颤音 我们说每一个从线条我们都会用音乐来伴奏 要是我用一段音乐来为大家演奏 请大家倾听 黄老师 通过您的讲解使我们对硬笔书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您的真传呢 小战友说笑话 其实我们这个讲座呀 主要是进行你书法基础指使的学习 通过学习楷书和行书 帮助大家把字写的清处 规范 整洁 漂亮 然后就需要你认认真真地听讲 注意我的示范 回去过后好好练习 为了这个讲座 我们还编了一套教材 六本 一个是让你描红 一个是拧帖 描红就是在 用钢笔或者是 这个黑色的笔 在我的这个红色上面进行一笔一画的照描 拧帖是照着看着写 那么要求你就得每天回去完成功课 一天写一页到一页半 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行了 写好了 我可是要来检查你们的佐理 小王小李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庞老师 我的战友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想要问您 您能到我们连队去 向他们解答一下 怎样才能写好硬笔书法吗 好 我很高兴 有机会我一定去 小李 谢谢你的邀请 我今天到连队来了 和我们这些可爱的战友们在一块 我们一块讨许一笔书法好不好 好 不过庞老师您太客气了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我们的战友们都非常迫切地 希望您能到我们连队来 为我们大家讲解学习印笔书法的一些要诀 今天我代表我们全联的官宾 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庞老师 这我很想写好字啊 但是我这个致笔姿势一直是不知道怎么怎么那个我比 您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我比的姿势一般叫做三点嘛 拇指 食指 中指三个点 这个均匀力摸着鼻杆的下端 鼻尖举直拇指的是一寸左右 我们写字的时候的话应该是挺胸这个 然后眼睛要求是距指面是一尺左右 左面这个边缘呢距身体是一个横拳 要三个矣 用这样的方法来自评 庞老师 这个练好硬笔书法应 从哪里面下功夫 你注意哪一句 找我哪句点 第一个嘛 当然你应该要有信心了 第二个 选好字体 第三个 持字以恒 坚持下去 比喻见成效 庞老师你好 现在说练书法啊 十天就能练好字 这是真的吗 庞老师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就像我们说 十天练出一个优秀的战士一样的 他这是完全不讲基本功力训练的 书法跟兵法跟国种技术道理是一样的 先进行基本功的训练 有了基本功打好技术 然后会越来越好 年轻战友们 你们的问题提得很好 为了帮助大家学好书法 我跟大家带来了一部分教材 希望大家拿去好好练习 以后我或许要来检查 好吧 好